您认为就是说 怎么样来唤醒我们老百姓的这些道德意识 我是觉得最要紧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对道德 他没有信心 因为长期的我们的感觉就是说 我有道德 我守规矩 下面就是我吃亏 我很爱的吃亏 那你叫我吃亏一次两次无所谓 长期吃亏 那我是傻瓜了 我不干 我想这一点如果不能突破的话 你再怎么讲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人心是肉掌的 他有他的感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是没有办法用法令去规定的 法令规定这样那样那样 法令不能规定说你要平良心 这个规定也没有用 所以我是觉得 最好我们能够透过传播 不停的让我们老百姓知道 什么叫道德 我现在就正式提出来什么叫道德 道德 是我们古代圣贤 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不是让我们吃亏的东西 就这一点之长 我是一个从来不唱高调的人 为什么道德是保护我们的 很简单的 一个年轻人 他忠诚于他的老板 这叫道德 一种他就得到很多好处了 第二个老板就信任他 第二个有机会老板就提拔他 第三个呢 他有什么要求 老板比较容易满足他 这都事实了 一个不遵守道德的人 老板对他就开始怀疑 然后很多事情就不支持他 这是事实 那大家为什么不从这里去了解道德 管要从那一方面去了解说 你看我所规矩之规 人家闯光灯比我快 快多少 开五分钟 你快到五分钟干什么 一般人真的没有很深度去了解 什么叫做道德 其实道德是行道有所得的成果 就叫道德 那是很高的境界 一般人不会 一般人只是说 我这样我那样 他看得太出钱